因為這個藍山計畫是 最近這一段時間主要是 我們行政院張錦生政委 他有一個構想說要在 東部要找一個藍山的地區 有一個那個叫 纜車的這個規劃 來做建設 他後來看了很多地方 因為他認為藍山這個地方 做藍車的整個整體的規劃 是一個他有他的潛力 所以其實林務局他們已經進行了 大概一兩年的這個規劃 那也跟部落做過討論 那我想今天因為最主要是這塊地 將來要開發這塊都是原住民保留地 所以我就特別請我們林務局 花蓮林館出來跟我們做一個會看 那也跟我們的同仁一起來實際會看 那所以未來這個開發案 我們園民會可以協助什麼樣的角色 這是我們今天主要會看的一個目的 那我想我們會看完以後呢 我們會持續跟林務局做後續的這個規劃 我們這次是非常贊成這次的 南山再生計劃所到的這個計劃要進行了 我們村子都很渴望這一點 因為我們好幾年都一直說 部落要做一些大的規模的一些國家的計劃案 結果都沒有我們真的很期待 這是我們大家的心聲部落的心聲 真的很謝謝我們委員立法 吳立法委員在這一次 本來沒有消息的南山計劃所到之下 透過他去找我們主任委員 張景森主任委員 再一次的把這些消息 說已經沒有辦法促成的消息 這個計劃案沒有辦法促成 再一次去督促他去把它促成 後來我們連一將主委都在這個時間 也都進來過來注意這個事情 我們當然部落很希望說把它趕快促成 趕快做完 由中央的長官下來 為了這再生 南山再生計劃 經過第一次的部落族人 投票權益的時候都一次都過了 族人有期盼 能夠帶給大花蓮的觀光旅 結果現在目前到現在目前還要再 重新評估的時候 說環保這裡啦 環保這裡會不會卡到環保 會不會延誤到後續的工作 也這個在我們地方上的水原村主人都很 都很樂意見到說應該是沒有問題 趕快把這個案子趕快計劃得很順利 今天也非常感謝 所以雲民會主委一將委員到我們這裡關心 順便看看 除了911的土地 順便看看883的土地 能否是否在原廠 將這個設施能夠做到更完美 讓主人這裡也非常期待 還有讓我們花蓮的縣民也非常期待 這個設施能夠比往前東方夏威夷更好 謝謝